这就是国民党所说的成绩 这样的政党 何以带领人民 走向光明的未来 我叫马伟佳 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宣教部工作 2013年的时候 被调到纪念馆所管辖的州公馆 去年我们在这里 推出了一部沉浸式的体验戏剧 叫《思南路上的枪声》 向着光明前行 在这部剧中 我扮演周恩来这个角色 他其实对我来说挑战不小 那在我们这代人心中 周恩来他不仅仅是一个长辈了 他更像是我们景仰的男神 为了模仿得更像一点 我还看了很多的历史资料 比如学习他讲话的精神状态 还有手部动作 甚至于穿衣风格 就会感到有这么一个瞬间吧 就好像有一个声音在跟你讲 小马你要好好干 因为我妻子是华人人 他对周恩来是非常有感情的 所以我在家里排练的时候 他就经常会给我提出很多的修改意见 因为也不能破坏男神 在他心中的这个高达伟岸的形象 我家是在上海 上海是党的诞生地 某种意义上来讲 上海也是党的家 能够在党的诞生地工作生活 我感到非常的光荣 所以讲好党的诞生地的红色故事 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 我就经常跟我爱人开玩笑讲 我说我在一大 你在二大 我们争取把我们的儿子 培养到中共四大去工作 因为一大在上海黄埔 二大在静安 四大没有在虹口 我们一家三口就可以连成一条线 我们做的事情 就是让别人不去忘记那些事情 就是有些事情你可以去守 我们叫麦田里的守望着 你去守那些麦子 但是呢你光守着 别人吃不到 也是一个问题 我们要把这些麦子呢 经过加工 制成面包 然后分给大家去吃 大家在吃这些面包的时候知道 哦 原来它是这么个滋味 它是那么好的一些东西 收 收 踢脚 按着 踢脚 按脚 好 我不希望我强加给他一种心意 或者认同 他自己去找信 等他找到了 他真正认同 他真正去信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就是我对他影响的成功的地方 我们上 去 去 我说 我对他人家的那样的东西 就能看着我 他就能看着我 他真的有点 我对他人家的东西 我对他人家的东西 都没看着我 我对他人家的东西 他根本一样的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